民众赶快跑回分隔岛 还来不及到被撞女子身边救援 另一台深色轿车就开过来碾压女子 机车骑士行车记录器拍下完整事发过程 当时他骑到卢竹中正路 南竹路口时停等红灯 行人号制还有十几秒 这个视角明显看到行人绿灯号制剩下九秒 几秒钟后变成红灯 对象车辆可以左转和直行 这时一名女子手上拿着手机慢慢行走在斑马线上 压根没注意到已经让自己身陷危险中 因此过了分隔岛后就被银色轿车冲撞 实际重回现场绿灯35秒 按照一般行走速度都能通过 而且还剩下4到5秒 但这里采用多十项交通号制 被撞行人很可能以为靠近他这段马路车辆停止 所以能继续行走 应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44条的规定 你让行人来先行通行 第一辆车的驾驶撞击的时候 这个行人还没有死亡的话 第二车的驾驶再缅过这个行人 在法律上也要共同来负担过失自私罪 所谓的帝王条款被民众认为拥有绝对路权 但前提是行人正常穿越斑马线 没有闯红灯 无故停留玩耍还是发生事故 驾驶必须负全责 民事上法官会厘清事故原因 来判定双方过失比例 有可能这个行人也要负担一半以上的这个造则 也就是说驾驶人本来就应该注意 是否有行人穿越 不能因为难以预料有人闯红灯 免除造势责任 而行人也必须按照交通号制行径 老化一具遵守交通规则 开车骑车行径路口减速 才不会因为疏忽造成难以挽回的局面 东西新闻小华明在桃明报道 我们的世界总让人措手不及 但是我们的新闻带给您耳目一新 随着世界局势的紧张 也让通膨压力更加扩大 能源以及粮食危机 已经冲击到了亚洲金融 极端信号比想象中更加靠近 您感受到了吗 关注及跟上陈吟的脚步 抵达不齐而喻的国度 从容 亲力 您最完美的选择 东森世界日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